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朝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整个热门产品分析整套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 那么我们最后一讲,究竟讲什么呢 讲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最热门的产品 也是大家平时使用最多和讨论最多的产品 那么我把这类产品呢叫做超级APP 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课程讲的都是一些独立的领域 独立的这种分类细分行业的APP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三款产品 它不属于同一个细分领域 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大家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使用习惯也是最多的 那么也是流量最大的 那么正因为有这些条件 那么我把这种APP叫做超级APP 首先还是了解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超级APP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手机百度支付宝和微信这些热门的超级APP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前部分 我们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很多新概念都应运而生了 那么在这些新概念里面 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词语 叫做超级APP 所谓的超级APP 就是那些拥有庞大的用户数量 成为用户手机上装机必备的一些基础应用的软件 它的特点就是用户量大 流量高 频率也高 并且是大公司出品 成为每个用户手机上装机必备的一些应用 那么正因为有了这些超级APP 它给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市场 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好处 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所谓的好处就是 超级APP提供了很多开放的平台 不少开发者和创业公司 如果你的产品做的好 也能够登录到超级APP里面 能够把超级APP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去展示你的产品 这是除了登录应用市场外的另一条推广的途径 咱们以大家最熟悉的一款产品 微信为例 大家看微信里面都有什么产品 除了微信自己的本身 它还接了哪些应用 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京东 对吧 还有美丽说 还有大众点评等等 那么其他很多的这种超级APP里面 你都会发现其他产品的影子 那么这些都是借了一个超级APP 来推往自己的产品 当然 超级APP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弊端 所谓的弊端就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那么 由于有了这些超级APP的出现 那么用户会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 花费在这些超级APP身上 那么用户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入到其他的APP里面 也就是说超级APP成为了一个用户时间黑洞 用户都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APP里面 而且是少量的APP里面 那么其他APP所分到的用户的时间 用户的数量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那么这就是超级APP被整个行业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说到超级APP 究竟是哪三家呢 其实不言自明 也没什么悬念 那么整个移动互联网 最出名的三家公司 也是目前领先的三家公司 就是BAT 那么超级APP呢 也仅仅诞生在这三家当中 虽然我们说移动互联网变化很快 但是移动互联网并没有改变 PC时代的这个格局 也就是说在PC时代 那么BAT是领先的 那么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那么BAT呢 依旧是领先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 超级APP是哪三家呢 百度就是手机百度 那么腾讯呢 就是微信 那么阿里呢 就是支付宝 那么这三家超级APP 虽然说他们诞生在三个不同的公司 但是他们做的却是同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连接人与服务 那么连接这件事情 是三家都想做的事情 只不过 大家的切入点不太一样 大家手里的牌也不一样 大家在连接这件事上 它的优势和劣势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一会呢 会详细的为大家分析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产品的来分析 我们先说BAT里面的B百度 那么如果我问你 百度系的所有产品里面 哪个在移动端的用户量最大 那么可能不了解互联网的人 可能有很多种答案 有些人说是百度地图 有些人说是百度贴吧 但是从现在看 百度贴吧 百度地图 都代表着百度的过去 那么手机百度 才是百度的未来 那么现在呢 手机百度已经成为了 整个百度系里面 抄截APP的一个代表 也是百度的一张 移动互联网的传票 具体的数据的案例 就是7月28日 百度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15年了 那么这个财报当中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是 移动搜索的月活跃用户数 达到6.29亿 其中 手机百度日活跃用户 获益 那么这个数据其实挺恐怖的 我们之前经常说 某一个产品用户获益 比如说这个微品会 打广告 说他用户破亿 但是现在呢 在这种 智能机 有这种红利的 用户红利的这种前提下 那么总共的用户破亿 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那么真正难的是活跃度 那么手机百度 宣称自己的日活跃用户 破了亿 那么这个是一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当然百度地图的市场份额也比较大 移动端超过了70% 当然这是百度地图的说法 但无疑 在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上 那么百度呢 不仅有百度地图 目前来说又多了一张王牌 也是未来发展 最有发展潜力的一个王牌 就是手机百度 那么从财报数据当中可以显示 那么Q2 手机百度搜索活用户 打破上个季度6亿用户的记录 达到了6.29亿用户 同比增长2.24% 也就是说通过手机百度搜索的用户 还在提高 那么截止到6月末 手机百度的日登录用户 过亿了 那么从如果把百度 手机百度放在所有的APP里面 它的排名怎么样呢 我估计恐怕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那么在大家的眼中 那么前十名里面 可能会有腾讯系的很多 微信啊QQ啊 这个微博啊淘宝啊等等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 那么手机百度 如果我们以用户越活 作为一个指标的话 那么6月份 移动APP的排行榜 前200名当中 手机百度的增长时候是最明显的 那么越活已经攀居到了第三位 当然第一位是微信 第二位是QQ 但手机百度排到了第三位 这对于一款相对年轻的产品 手机百度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么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手机百度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在三款APP当中 手机百度是最新的一款产品 手机百度是百度推出的一款 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使用百度搜索服务的应用 手机百度其实从产品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没有太多的新奇的地方 但是手机百度的成功宣告了整个百度在移动互联网转型的成功 其实百度在有一段时间是挺危险的 它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转型是最慢的 那么手机百度的成功也意味着整个百度系成功的转型 那么百度真正做到了让用户 从PC时代的搜索 过渡到了移动端的搜索 slogan是百度一下你就得到 那么注意 这个slogan里面的变化就在于你就得到 原来的slogan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但知道跟得到的差距就是 知道了未必得到 未必会用 但是现在slogan呢 百度告诉你只要百度就能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百度在做搜索后的一些服务 那么搜索后的服务呢会前置 所查所搜即所得 那么这是百度的这个slogan 这里面再提到一下代言人 在这个三款超级APP里面 那么百度是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代言人的 其他两家都没有 那么百度的代言人呢 是非常火的安卓拉贝比 我觉得在请代言人这方面 百度是非常成功的 安卓拉贝比是一个几乎没有太多负面 绯闻而且又是一个热度非常高的一款明星 而且对于男女来说都通知 尤其是奔跑和兄弟播出之后 安卓拉贝比的热度一直都非常高 那么百度呢 手机百度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运营专题的时候 大面积的使用了安卓拉贝比的一些图片和画像 显然这个钱没有白做 他瞬间的拉近了用户和这款应用的距离 那么我们说手机百度 它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如果你只觉得手机百度是一个搜索的产品 那么可能就是涂秧涂三头了 那么手机百度绝不是单纯的搜索产品 而是帮助用户更快找到自己所需的一款应用 它的技术可能还是以搜索为主 但是它满足的需求 那不仅仅是搜索 比如说如果你想购物 那么你就可以在手机百度里面 看到有关百度糯米的一些服务 如果你想看看新闻 你可以在百度手机百度里面 直接看到新闻不用搜 如果你想提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问一问百度知道和百度百科 查路线里面也有百度地图 那么听歌有百度音乐 看视频有百度视频 搜图片有百度视频 也就是说手机百度真正的做到了 整合百度系里面的所有的产品 几乎是所有的产品 那么这个是百度系其他产品里面没有的功能 那么只有手机百度在移动段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百度系内部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大家都觉得手机百度才是百度系的代言 才是超级APP 那么百度地图不是 而是手机百度 那么我们看一看手机百度哪些特色的功能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 手机百度的特色功能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个是智能搜索 当然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搜索 所谓的智能就是刚才所说的 所搜即所得 把提供的服务前置 让用户能够提前感受到 第二个是百度一直在推的语音搜索 这是百度的特色功能 尤其是最近的版本推出的杜密 都把这个李克强总理 拉到他们的实验室里 和这个杜密去对话 很显然的 百度对于语音搜索是非常看好的 和语音搜索相类似的 有图片搜索 那么前三个 前三个都是百度的老本行 也就是说做搜索 后两个 第一个是关注卡片 第二个是生活服务 这两个都是提供服务的 也就是说和搜索本身 没有太多的关系 是和服务 是和auto非常相关的 下面呢 我们从具体的这种产品形态 来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那么手机百度这款产品 究竟做的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从这个首页的三张图来看 那么首页的这三张图呢 虽然是三张 但其实是一个页面 就是百度第一个time模块首页的这个样式 我们通过这个样式能发现什么呢 我们首先说 百度在首页的时候 虽然内容相对比较多 但是并没有特别杂乱 那么第一屏还是突出了搜索的功能 大家看第一屏 第一屏还是突出了这个搜索的功能 包括一些垂直领域的这些搜索 还都是比较突出的 稍微有一些特点的就是 百度把主动搜索和被动搜索结合的非常好 主动搜索是在上面部分 那么下半部分这个实时热点 这个是被动的搜索 是根据当天发生的一些新闻 一些大家热搜的东西 然后成为被动搜索的一个模块 主动和被动 双重需求都满足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百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卡片 我们说百度添加的这些卡片 都是和生活服务相关的 比如说里面有小说 有电影 有彩票 有天气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用对用户来说非常实用 或者是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它充分利用了百度系里面的其他产品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这些卡片 它的展示的规则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用户 你的卡片的展示的 默认展示的样式都是一样的 那么用户只能自己去手动的去添加 去删改你的卡片 没有结合百度所谓的大数据的职能推荐 那么这一块是百度未来需要优化的地方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在百度在手艺的时候 突出了语音搜索 尤其是推出了度密之后 大家看 百度的语音搜索 现在的版本搁到了 type的中心的这个位置 那么原来 百度的语音搜索 其实是搁在了这个位置 那么从这个的变化 看着百度对于语音搜索 力度非常大 也非常的看好 下面我们来分析的一个页面呢 是百度这个四个type里面 可以说百度最为看好 也是目前来说 发力点的地方 就是生活的频道 这叫生活家 生活家呢 原来并没有进入到这个type里面 后来呢 整合完之后 现在进入到了type 那么百度呢 也一直一心想做auto 所以呢 把这个生活家 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那么在生活家这个页面里面 大家看到 其实从样式上 排版布局上 和很多auto类的产品 没有本质的区别 样式上和美团 大众演评非常的相似 那么生活家是百度推出的最新的一个服务功能 它也是整合了百度系里面的很多产品 比如说百度糯米 百度钱包 百度外卖 百度彩票等等 也宣告了百度正式进入auto的节奏 正面PK糯米 正面PK大众演评 正面PK美团和大众演评 那么从页面上来看 亮点真的不多 那么和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按产品来说 没有明显的这种差别 而且它的推荐模块 和下面的一些导航 大家看 上面这些推荐的模块 和下面的这些导航 有的是重复的 比如这席红包 还有这个席 都是重复的 虽然说有了强调 但是呢 却浪费了这个阴面空间 从这点还是有所优化的 第三点就是说 百度虽然说 下了很重要的力气 来推这个auto 但是服务质量能否跟上 这是最大的问题 百度能不能做好一个平台的事情 能不能支撑好auto 这个比较深层的领域 是未来 包括百度在内 所有auto企业都有面对的问题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对手机百度 这款超级APP的一些产品分析